昨日,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率先发布了中国女排的澳门战定装照 中国女排前队长朱婷穿回二号球衣,让球迷欣喜不已 阔别中国女排多年后,朱婷历经意大利联赛洗礼,正在摆脱伤病因应,重回巅峰 中国女排也将在世联赛澳门战找回必胜信心,迎来冲击巴黎奥运资格的最重要战役 定装照,让球迷吃下定心丸 结束了意大利联赛,朱婷回到河南老家休整后,和队友庄宇山于本月21日抵达中国澳门与中国女排会合 随着包括朱婷在内的中国女排定装照出炉,像是给热爱中国女排的球迷吃下一粒定心丸 中国女排一行在结束式联赛巴西战比赛后,稍作休整就从里约热内卢返回国内,随后转机抵达中国澳门 朱婷、庄宇山和全队会合,参加了欢迎仪式后,就投入训练之中 几天来,媒体报道显示,前队长朱婷已经投入到全队的训练之中 在训练中,主教练蔡冰将16名球员分为两组阵容隔往对抗 朱婷与吴孟杰搭档主攻线,与接应郑义星,复公高义,二传丁霞和自由人倪非凡组队 期间,张长宁也出场作战 球往另一边,则是李莹莹和王云露的主攻线,搭档复公袁星月 王云苑和接应龚翔羽,二传凋零羽以及自由人王孟杰 这正是中国女排刚刚在巴西战迎战塞尔维亚的首发阵容 也是中国女排在去年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和奥运资格赛的主力阵容 看到中国女排一众主力全力出战训练赛,令中国排球迷感到欣慰 朱婷无关一身轻,是好事 随着中国女排训练期间图片曝光 有球迷询问朱婷为何没有出现在主力阵容一方 此外,在目前的中国女排队中,队长秀标已属于袁星月 其实,朱婷阔别国家队已久,无关一身轻 对朱婷和中国女排都是好事 作为近两年在意大利女排联赛和欧冠赛场大杀四方的主力主攻 朱婷回归国家队后,在训练场分倒替不足也不奇怪 朱婷受到伤病影响离开国家队后,中国女排也进入了蔡冰时代 好消息是,当下的朱婷手感正热 在一甲两个赛季,中国女排前队长展示了自己世界第一主攻实力 无论是一甲联赛,还是欧冠赛场 朱婷可以再打,小主攻之间自由切换 球队需要她打,保障主攻主接一传 身高1米98的朱婷可以 球队需要她成为进攻强点时,她也可以发挥自己高点强攻的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女排也历经了更新换代 主教练蔡冰在新奥运周期重组队伍 两年来通过封闭集训和世界大赛 磨砺出新一代国家队的主力阵容 这套阵容虽然没能在奥运会资格赛上提前锁定资格 但在此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依然取得了亚军的最好成绩 蔡冰和中国女排的进步有目共睹 随着朱婷回归国家队,也出现了新的课题 历经两年打造国家队的蔡冰,此前与朱婷没有在各级球队中有过合作 中国女排上没有派遣为参加封闭集训的球员出战国际大赛的先例 刚刚在巴西历经恶战的中国女排 与刚刚经历欧冠和意大利联赛洗礼的朱婷 也只有今日开赛的澳门战赛前这短短的七八天进行磨合 中国女排是否需要朱婷在澳门战首场比赛出战 需要取决于她自身的状态,以及与全队合练的表现 在这方面,蔡冰主教练有最终话语权 据悉,在抵达澳门之后,蔡冰主教练接受采访时表示 朱婷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竞技状态也很不错 她本人也说了可以胜任任何角色 澳门战是奥运资格关键之战 一方面,朱婷与中国女排的磨合程度未知 另一方面,是联赛澳门战的四场比赛将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女排的奥运资格走向 本届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肩负着捍卫积分排名,争取奥运会资格的重任 巴西战首战三局完胜韩国女排后 中国女排与美国队的比赛一度打出士气 却因太想复仇加拿大陷入对手的节奏 好在中国队与塞尔维亚的比赛中打出有耐心的防守和更有针对性的战术 三胜一副帮助中国女排在排行榜上稳住位置 如今,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回到第六位 积分337.12领先排名第八位的日本女排不到23分 谈不上拉开差距 中国女排与荷兰、日本、泰国和意大利交手战绩将让积分排名产生不小的波动 根据国际排联的奥运资格规则 中国女排除了必须击败荷兰女排和日本女排 还不能输给泰国女排 以确保世界排名的优势在争取奥运资格的竞赛中保持领先 局势虽然严峻 排球迷们仍然应该相信中国女排的求胜信念和封闭集训的成果 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的表现有目共睹 中国女排主力阵容取得亚军的最好成绩之后 因阵容流转和体能伤病问题 给奥运资格赛留下隐患 如今随着朱婷的回归 一众新人的加入 急需新鲜血液加入的中国女排有了更加豪华的排面 相信中国女排将会以一场场胜利 回报关心女排的球迷们